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要介绍的是 最大概四法 首先我们在介绍最大概四法之前 我们要介绍一个观念 叫做最大概四的估计的一个方法 就是说 我们从母体里面抽出一组随机样本 那么我们要研究的是什么呢 母体参数叫做θ 而我们这个随机样本 我们是想要去了解这个参数 这个θ是不知道的 如果我们能够找得到一个估计值 叫做θ hat 假设这个θ hat 使这个θ hat的话呢 这组随机样本让这个估计值 发生的可能性最大 几率最大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称这个θ hat 为θ hat的最大概四估计值 这叫做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or 我们简称叫做MLE 就是说我们希望 这个估计值是几率最高的一个估计方法 那么我们要在实际的操作上来说 我们要介绍的是盖茨函数 叫做Likelihood Function 假如现在有X1到Xn的话呢 这一组是一组什么呢 随机样本 那么我们想要了解的是什么呢 是母体参数叫做θ 那么我们定义什么呢 就叫做盖茨函数 盖茨函数的定义 我们用这个Likelihood 这个L来代表的 Lθ是什么呢 就是定义成这样 这也是一个几率 这个关系到了是每一组的随机样本 那么这是一个θ的函数 那么在后面我们还要再介绍 这个是因为它是抽的一组随机样本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拆开来 拆开来怎么做呢 变成了每一个这边有N个 那么我们就变成了相乘的 一共乘几次呢 乘N次 但是各自都是X1到Xn 所以我们用一个符号 比较简单的符号 因为我们在这个计算的这个过程之中 我们不喜欢写点点点点点 我们写成一个 类似像是 总和的话呢 我们用Sigma 那么如果是连成呢 我们用π 用一个π的符号 把它写下来 这就是全部连成 由1到N之间的全部的成绩 这个我们称为什么呢 这叫做盖茨函数 盖茨函数就是一个几率 我们希望这个几率怎么样呢 最大 所以我们在后面还要再介绍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是来求这个最大的几率的一个 这是估计值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怎么样实际的操作呢 现在首先我们建立的是 Likelihood这个方选 那它都是写成什么呢 相成的 最重要的是取对数 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要取对数呢 这个Nature Log 我们要解释一下 我们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 它是一堆成绩 有的时候还会有带了指数 所以我们要算它的极值的话呢 我们常常要用到的是微分 可是微分的话呢 如果说函数是一个指数的状况 其实是不好操作的 所以我们取对数 是利用对数率 把一些指数的部分 可以把它利用对数率的关系 可以把它移到前面去 而取了一个对数 这个Log 会不会影响到它的这个大小的状况呢 其实是不会的 为什么呢 因为Log 它是一个 纯粹的一个严格增函数 所以它这边会出现极大值 它就会出现极大值 所以它并不会影响到它的大小 那么好 那么我们取Log以后 找到了它的极值 就是我们没有取Log的极值 是一样的 取完了Log之后 我们要让这个 为分为零 为分为零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它具有的是 切线斜律为零 假设一个函数是这样子 为分为零的点是什么 不是极大值 就是极小值 我们找出了所有会让这个为分为零的这些theta 然后那些都是我们可疑的高点低点高点低点 然后呢 到底是高点还是低点呢 我们必须要了解 这些都是为分为零 这些都是为分为零 这边都是为分为零 但是重要的是 二次的为分 二次的为分 这是下凹 下凹的话来说 这边的两次为分会怎么样呢 下凹为分是小于零的 这个呢 两次为分是大于零的 因为它这个地方 在它的近旁是一个上凹的状况 在这个地方来说 它是一个下凹的状况 所以我们只要找到什么呢 为分为零 两次为分小于零 我们就肯定的说 它应该就是最大的盖茨估计的值 来我们首先的话呢 就是要做这个零 还有两次为分小于零的这个动作 然后就可以判断它是不是极大 如果它不是小于零 那么我们就不能说它是极大 如果是大于零 那甚至还是极小 所以我们这个步骤 就是我们建立这个最大概斯估计的一个方法 那么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立体 让各位同学了解最大概斯估计的一个技巧 袋子里面有两种球 红球黑球 我们想要知道说 红球的比例是多少 那么现在有N个随机变数 是从袋子里面抽出得到一次红球的次数 那么一直抽一直抽 抽到红球就停止的 这个抽的方法叫做什么呢 叫做几何分配 建议同学可以把前面的几何分配拿来复习一下 几何分配 它的几率分配是这样子的 那么我们指定说 要用最大概斯估计法来估计这个P 应该是多少 怎么估计 那么要做这个题目 首先先建立什么呢 建立一个Lθ Lθ就是我们的盖斯参数 这是X1到Xn 这是P P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母体参数 我们想要算的这个P 好 那么现在就知道 它把它拆开来 一个一个一个 每个是不是都是符合的是什么 每个都是符合的是几何几率 它都是一直抽抽抽抽到什么 抽到红球到了为止的次数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可以把它集中起来来看 这里P成了几次 成了N次 那么一减P 这都是我们的底 上面的指数都不一样 有没有注意到 那么底数相同 使指数是相加 那么我们把它做一个整理 这是P的N次方 P的N次方 这边一减P 上面要全部加起来 X1加到Xn 这边要减1 要减4 减N次 所以这边要减N 所以我们得到的这个叫做Lc 就是我们的盖茨函数 那么下一步要怎么做呢 这个地方有这个指数看起来很麻烦 那么我们要对这个盖茨函数 取一个LN 就是Nature Log 这样子的计算 等一下维分 才会方便 好 我们取对数 取对数 各位同学 我们来回忆一下 对数率告诉我们说 相乘 如果取了Log以后 相乘可以拉开来变成两个部分 再过来指数的部分来说 取了Log以后 指数可以扔到前面去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直接写了 LN的话呢 是P的N次方 P的N次方 那N次方又可以提到前面去 所以N LogP 这个地方 如果看不懂的话呢 我们要复习一下 我们的这个叫做对数率 那各位同学提醒一下 这个可以扔到前面去 这边是LN 1-P 好 没有问题 盖茨函数的取了对数之后 下一步要怎么做呢 寻找它的临界值 就是要对它为分 寻找哪些P会让它变0的 好 那我们怎么做呢 为分 好 我们现在把刚刚那个算式 贴到这边来 盖茨函数取完对数之后 得到的这个算式 现在我们要找它的临界值 就是要找 会让它切线斜率为0的数字 所以对它为分 现在对它为分之后 然后我们看一看 这是多少呢 这是对P来为分 LogP的为分 就是P分之一 所以直接写 P分之N 这边呢 这边跟P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照抄 那这个Log1-P 我们要注意 这边要利用的是 连锁率 Log的为分 就是分之一 再乘上里面的为分 这样子就会多一个 负一 所以这边照抄 这边写1-P分之一 再乘上负一 好 我们这边算完以后 我们要强制它为0 我们令它为0的目的 就是这是切线的斜率 我们要让它变0 表示什么呢 表示它是高点或低点 切线斜率为0 这是很重要的 它的落点是一个高点或低点 好 那现在让它变为0的话呢 我们这边左边的 这边不要管它了 我们这边来看 这边的话是 做一个交叉相乘 这边移向过去 右边这次移向过去 这就变成了N乘上1-P 等于P乘过去 来我们看看 N乘上1-P 等于这边乘过去就是P 这个算是直接写下去 这个刮虎写下去乘上P 来我们乘开 这个也乘开 所以是N-NP 等于这边乘开就变成了 这边是P再乘上 Sigma Xi再减掉NP 这两个刚好一样的 是可以消掉 所以我们可以解出 这个P是多少 P就是Sigma Xi分之N 但是我们要了解什么呢 这个Sigma Xi是怎么算的呢 因为X bar 平均数值的是什么 我们常常用的 就是所有的值 Xi到1到NR 除以N 这就是我们的所谓的 样本平均数 那么也就是说 Sigma Xi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NX bar 那么我们发现 这刚好是NX bar 所以这边就是X bar分之一 这个就是我们用 盖世估计法 估计出来的可能的 这个估计值 就是P的估计 问题就来了 它肯不肯定 它是一定是最大值呢 那当然 我们还要再进一步的检定 检定什么呢 检定这个微分 二次微分 它是不是小于零 就是说 我希望它是下凹的 下凹的状况 这是微分 这是两次微分变零 是下凹的状况 所以我们要再次微分 好 我们看看这个微分是多少 这个是P的负一次方 所以微分是负P负二 那就是负的P平方分之N 那这边呢 这边是一样的 这是一减P分之一 所以是一减P的负一次方 那么微分的时候 会变成什么 负的一减P的负二 又再乘上一个负一 这边又有一个负一 所以这边就直接写了 这样子是照写 好 现在我们准备要怎么做呢 要把P等于x bar分之一 带进去 我们看看它的结果 带进去的结果 P等于x bar分之一 上面这个 这是负的 负N x bar分之一 那就是x bar的平方 那刮胡 这是什么呢 这叫做nx bar 减掉n 那这个呢 一样的 这边也是 我们要把它带进去 这边是 1减掉 x bar分之一 这个是x bar分之一 的平方 那这个地方来说 再乘上一个负一 来 我们把它做一个整理 整理了以后 我们可以发现 怎么做呢 它会变成了 这个是x bar x bar当然是正的了 正的乘上 n当然也是正的 乘上一个负的 那就是负的 这边来说的话呢 我们可以肯定的说 是小于理 是负的 负的就代表什么意思 为分 这个是为分 等于零 两次为分 是小于零 小于零 所以它是一个 极大值 几率会最高的 情况之下 是什么呢 就是平均数分之一 这就是我们刚刚的 这个P的一个 估计的一个方法 这就叫做 最大概四估计法的方法 我们这个单元 我们介绍的是 一个新的一个方法 叫做最大概四估计法 那么我们在做题目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了解 什么叫做最大概四估计法 这个概四 其实就是几率了 但是的话呢 我们用的是一个 likelihood的一个方式的话呢 因为最主要是 它要避开 跟那个probability的 这个数字啊 就是这个英文相关 所以我们避开了 就变成了一个 最大概四估计法 那么什么叫做 最大概四估计数 是什么 它的意义是什么 再来就是 我们的技巧是什么 我们是利用 对数率来性质 来把这个乘法 改成加法 还有把四方 改成乘法 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因为取了对数 不会影响到 它的这个上或下 原来是递增 就是递增 原来递减 就是递减 然后我们的 这个解法的话呢 是利用的是 一阶为分 找临界值 二阶为分 判别法 是找什么呢 判断极大 还是极小 那么我们依照 这样的过程 就会觉得很简单了 好